印尼移民局人員 翻越圍牆 進入度假別墅內 陸天泳池邊 年輕男子還來不及反應 就被壓制逮捕 別墅內供103人 統統落網狼狽趴在草坪上 身上搜出護照 他們全是台灣人 穿上橘紅色背心 被帶到記者回現場 103名台灣人中 有12名女性和91名男性 印尼移民局 發現他們涉嫌在當地 同是境外網路詐騙 對象則是馬來西亞人 26號在巴黎島 一棟度假別墅 將他們一網打盡 別墅內搜出 大量手機和電腦等證物 台灣詐騙集團 藏身的度假別墅 是當地的包棟Villa 環境隱秘 內部設施超高級 不只有露天泳池還有交易廳撞球台 這群台灣籍嫌犯 因違反當地移民法規 被關押在外國人收容中心內 等待印尼當局調查完畢後 將人遷返回臺 我們正在協調說 我們要一起檢視 查扣的事證 然後看看設計什麼案件 如果有的話就是會邀請 印封我們共同整辦 不過日前才有彰化 賢州阿嬤酷勳出國後失聯的孫子 這遭逮的103人中有沒有阿嬤的孫子 警方表示目前駐印尼代表處 正在交涉取的完整名單 暫時無法確定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